我觉得用完之后假滑 但实际上呢 并没有什么网友 然后两三次之后 彻底把它放弃了 推开就是有一种粘腻的感觉 我称干皮琴嘛 我觉得它真的适合干皮嘛 嗨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是一期吐槽那个视频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那些被我打入冷宫的彩妆品呢 以及少部分的各户产品 当然我觉得这期不算完全的吐槽 有些呢是从正宫 慢慢慢慢被我挪到了冷宫 就是曾经爱过 或者现在就是爱不起来的那些产品 这也是我第一个吐槽的视频 因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像我自己买东西的话 前期会做很多功课 所以很少采雷 特别的少 但是呢总有几个不太适合你的 所以呢 我觉得且看姐真心 因为下一期可能在猴年马月 当然这期视频内容呢 请选由个人观点 不对应该是请选由我和姐姐两个人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俩不太爱用的 就是万一说到你们真爱的产品 不要说我 每个人就死用感不一样 好了 假如你对这个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记住给我往下看吧 首先第一个给大家分享的 也是全场唯一的一个护肤品 就是这个cosmetics的一个 独角兽眼部精华 这个眼部精华之前还是蛮有名的 它主要有名在于它一个成分很厉害 当时还蛮吸引我的 但是我不喜欢它 主要是因为它的一个实用感 刚开始呢 它这个设计我还蛮喜欢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挤出来 很漂亮 是那种 七彩的 所以它就叫做独角兽精华 但是 推开就是有一种 黏腻的感觉 就是刚上眼它会有点油腻 但是过一会就会吸收 但是对于我来说 它的一个使用感不好 也会导致它的一个使用次数会减少 但是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价格还蛮贵的 这么一小只 它是正装 不是中小样 价格大概在700多左右 所以价格算是蛮高的 然后我就有坚持使用一段时间 毕竟这么贵嘛 但是用完之后发现 对于我来说 眼部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然后加上它的一个使用感 也不是特别舒服 导致就是 大概有半年没有碰它了吧 所以它就慢慢的被我打入了冷宫 像我们自己手上呢 本来就有蛮多的眼部精华 或者是眼霜 然后有自己的成分亮点的产品也有 所以对我来说 它的一个使用感也是很重要的 只有敷感好了 我觉得我才有每天有好心情去用它 其次就对我来说 真的是没什么效果 不过我自己查的评价 它还是蛮多人喜欢的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忍者见忍 第二个呢 我就把各部产品给讲掉 因为就一点点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牙膏戒的爱马仕 也是王菲天后同款的牙膏 首先它那个价格真的算是蛮高的 不过它是有两个版本 我这个巧克力色的呢 是比较便宜的 大概是100多一支 然后另外一个是白色版本的 那一支要七八百 所以价格算是蛮高的 然后它这款牙膏 还吸引我一点就是 也是它的优点嘛 就是不含服 就是可以实用的 刷出来完全没有泡沫 就是没有存在感 像我自己刷牙的话 比较习惯那种风银的泡沫 你才会有一种洗干净的感觉 否则你就是刷完这个之后 你就想多数几次口 包括就是它还有一个 美白牙齿的功效 但是我自己刷牙 也没有发现 这牙齿变得有多呗 所以相对于它的价格来说呢 我还觉得是非常不值 另外呢 还有一点非常别扭 因为我这一支 完全是巧克力味的 很多人小孩子 可能会很喜欢巧克力味 但是你知道 它就像 真的像一坨巧克力酱在刷牙 而且我有尝过 它是甜的 但它不是巧克力味的 它闻起来是巧克力味 但是是甜的 就很奇怪 你早上起来 我并没有enjoy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用到一半 一小半实在是用不下去 我赶紧有买了一些 其他的牙膏 所以这一支也是被我打入冷空的 接下来第三个产品 也是我爱过的 也在我之前的Vlog 出现过的 Petrology的唇膜 它是属于那种保湿修护类型的 像我第一次用它 也是新鲜感 然后敷在嘴里冰冰凉凉的 摘下那一刻 是感觉嘴巴嘟嘟的 但实际上呢 并没有什么网用 而且价格还挺高的 这么一盒的话是4倍块钱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颜值很高 当时对它心动 就是它的颜值很高 给大家看一下 粉罐子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表面是一种晶莹剔透的 我跟你说 这种就是严控 看着根本就把持不住的那种 给大家拿出一篇看一下 可能因为有大白你没用 我感觉它这个水分 好像已经干了很多 它表面呢 其实是有一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像平常呢 就是直接敷到嘴巴上 它官方是说就是你敷完之后 它的一个唇膜会变薄 就是慢慢被吸收 但其实我敷完之后 没有发现它变薄多少 但是摘下那一刻呢 有感觉嘴部变得水润一点 但是第二天 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所以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的效果 然后单纯就是觉得 颜值还不错 然后买来之后也没怎么用过了 因为我觉得像400块钱你倒不如买几只 效果好一点 润唇膏好了 然后睡之前多敷几次 我觉得它应该就属于那种 滑而不实的东西吧 所以之后是肯定不会回购了 但是这个之前真的有真心的爱过一下 因为它被它那个即时的一个感受 被蒙骗了 大家发现其实并没什么用 接下来呢 就进入彩妆片 首先 第一个到时候的彩妆 无疑是很多人的真爱 就是这个CPV的长管隔离 首先它是号称干皮青吗 我觉得它真的适合干皮吗 我记得我之前买它是在冬天 因为在冬天我自己是一个混干的肤质 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滋润啊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它挤出来 然后推开一下 感觉还挺滋润的 然后同时呢 它有一定的提亮作用 但是揉搓完之后 你会发现并没有很滋润的感觉 并且像我就是用完它之后 脸部也特别容易搓泥起皮 就对于在冬季的我 混干来说都不够滋润 我觉得它怎么能够叫干皮青吗 另外呢 就是它也没有让我的底妆更加服贴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我来说还挺鸡肋的 我是不太推荐给干皮 就是这个CPB的肠外隔离 我觉得混油皮 反倒是可以试一下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Dior的花蜜气垫 我觉得我不喜欢它原因 可是因为它的色号吧 它的色号是000 就是一个零色号 一个毫无遮瑕力的气垫 然后对于我这个常年 就是偶尔会长痘的 来说或者是黑眼圈比较重的 就是它是完全不OK的一款气垫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它的一个成分啊 里面有Dior花蜜精华 包括它的一个气味 以及它的包装 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但是就是上眼不太OK 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它的一个质地呢 不属于那种稠的 是属于那种水水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 就大家没有看到 它是那种偏水的 然后这个白呢 不是肤色的白 一会儿就淡掉 就上眼基本上 没什么存在感 我觉得就算你色号选对了 它也比较是个那种肌肤底子 本身就很好 没什么瑕疵的人 因为它的遮瑕力 真的算是非常弱的 眼圈比较重啊 有痘印啊 我觉得还是不要考虑这一块 接下来呢 就是一款眼影 就是Chanel的四色眼影 就是它们像一些大牌 经常会出一些下地限定色 但有时候你也搞不懂 它这个颜色 到底适不适合 亚洲人 它的颜色呢 就是全珠光的 但不是说 这个颜色不好看 它可以画出很高级的妆 像我之前呢 就拿它 画过一款妆容 但很多人说也觉得 夸赞说很高级 然后就觉得 我的眼睛变成了单眼皮 所以看起来很高级 侧面反应什么 它容易显得你眼po中 明明我一个双眼皮 然后画完妆之后 就会呈现出一种单眼皮 当时刚拿了它的时候 也在夏天嘛 其实画出来是挺夏季 挺Summer的 然后拍照呢 还真挺好看的 就是那种 它们觉得那种高级感吧 就是你画得好的话 但是日常这几个颜色是 几乎来说 没有一个颜色是很实用的 首先看这个颜色的话 其实在里面算是比较实用的吧 可以提亮一点头发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绿色 这个是蓝色 这个是紫色的一个烘焙 就是日常的话 大家都不会去选择 这类色系的眼影盘嘛 包括我像有时候 很少的妆面需要 可能会用到在日常的话 我基本上 就算是使用率最低的一盘眼影盘 这真的不是在说 它的粉质有多差 它的粉质还是挺好的 就是说它的一个配色 实在是就是亚洲人 很难驾驭对一款颜色 好 接下来这个呢 是Addiction的圣诞系列眼影盘 是去年还是前年的 我忘记了 看这一季得罪了很多大牌 但真的 这也算是吐槽 就是跟我不太搭而已 就求生欲 我还记得我当时 在去年的化妆视频里 有用到过它 然后打开来呢 它里面是有一块蜜粉 旁边是一块腮红 还有两个眼影 当时呢 我用这块蜜粉 镜头里呈现妆感呢 是有一点带闪的 就在镜头里看 还不错 还蛮喜欢的 直到我录完视频 然后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发现 这个不是细闪 微闪 这个闪是蛮有存在感的 在镜头面前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但实际上 它的一个闪的颗粒很大 就是很奇怪 你整张脸都在闪 你以为闪 反而就是容易显脏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 这个腮红的颜色 这是我日常不会去用的一个颜色吧 然后这两个眼影 也让我没有什么想话的欲望 所以这一盘对于我来说 就是蛮鸡肋的一盘 就是那时候拿到手 用过一两次之后 就再也没有用了 然后呢 就是它的优点 就是我的求生欲促使 我在说它两个优点 就是它的包装 还能不错的呢 然后 然后还一面 那么那么老大的一个镜子 很方便啊 然后白皮肤 就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的腮红了 好吧 我就不说了 就这样 好 接下来这个呢 其实是我刚前面去上厕所 抬头一看 看到了这样的东西 然后纠结了一会儿 要不要说 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 Simple的醒面奶 很生气吧 像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 在我的爱用品里面 为什么会这次拿来吐槽呢 我不知道因为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版本的不同 像我之前用的 不是在英国本地买的 可能在旗舰店啊 什么之类买的 然后这一支呢 是姐姐从英国本地带回来的 然后它这一支使用感 跟我之前用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也不确定 到底是什么因素吧 之前的一个使用感 就是泡沫还是可以的 然后洗完之后 脸也蛮干净 蛮舒服 不紧绷 而且清洁绿都还可以 不会假滑 然后当时我推荐之后 蛮多人觉得好用 当然我当时是有看到 一个人评论 就说 说去买了我推荐那个 觉得用完之后假滑 我当时很差点 因为我自己用 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 但自从啊 大概这件事情过了半年之后 姐姐的 因为她去英国之后 光带洗面奶 她就在超市里面 看到这个Simple 因为当时觉得买好用 她又买回来一支 结果拿 因为没有用完嘛 就拿回来 然后我又开始用 结果发现她用完之后 跟我之前那个 完全不一样 她这个就是 我感受到之前 那位粉丝留言 就说假滑的感觉 所以我很纠结 这到底是 因为什么原因 可能就是 品控还是因为什么 就是这一支啊 你用水打湿之后 是揉搓不出来 什么泡沫的 而且上脸的 总统有一种洗不干净 就是假滑的感觉 非常严重 所以这一支 基本上就是被闲置的 对我也不确定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反正这个 这一点我觉得 我还是要说出来吐槽一下 最后一样呢 就是这个 Chanel的睫毛膏 首先给大家看 她外包装 包装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打开来 她的一个刷头 算是蛮大的一个刷头 她主要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能让你的睫毛 看起来更加的浓密 像我自己用过 那么多睫毛膏 我总结出来 就是像欧美的睫毛膏 好用的真的非常少 有是有的 就是比较少 因为像欧美人 她对睫毛的一个诉求 跟我们不一样 像我们下主人 比较喜欢那种纤长 根根分明 不要苍蝇腿 然后像欧美人的话 比较喜欢那种浓密 有时候苍蝇腿呢 他们也觉得好看 然后再说 这Chanel的睫毛膏啊 首先它会让你的睫毛变塌 假如就身体像你的睫毛膏 你把睫毛夹得很翘 你涂完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塌下来 另外呢 就是真的很晕 其实像我自己的眼皮 条件还好 我不属于特别爱出油的 所以我觉得假如是眼部本来 就是爱出油的 涂这种睫毛膏 应该会更惨不忍度吧 然后它的速度非常快 大概你涂上之后 浓密一下 我是会有 然后睫毛会慢慢的塌下来 大概过两三个小时 你就会变成一个熊猫 所以这只睫毛膏呢 也是我用了两三次之后 彻底把它放弃 然后打入冷宫的一只睫毛膏 那么好了 今天的我的冷宫肺子 就跟大家介绍完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留出你们觉得比较雷的产品 或者是你们冷宫里的一些肺子